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久寅先生他出生在1898年 他的故鄉在湖南的長沙 他在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 所以從國民政府來到台灣 他就是擔任志願總廠的總經理 他就是住在這裡 他在做沿路局的局長的任內 有更多的時間 早上有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做智客 其實智客的意思就是說 臨摹自鐵 鑽書、立書、楷書 三種都一起練習 這個也是中間 他練習出獨特的功夫 那麼他在1968年退休之後 就住在台南的安平 他字號叫做安平老人 那就專心做書法的創作了 他自己本人的書法 是以行書、草書為名 他是台灣當代在 研體、楷書表現上面非常重要的書法家 之後呢 他在1990年的時候 還曾經獲頒了行政院國家文藝獎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書法教育的特別貢獻獎了 那在1996年5月的時候回到湖南去探親 那9月3號的時候 就在長沙自己的故鄉 這邊去世了 德年大約將近百歲了 其實也是算是非常長壽的一位 研制的朱九寅故居經過整理之後 讓大家也可以進來這邊參觀 他們在裡面有展示 很多我們朱九寅先生 我們都稱他為酒公 這個酒公他不同時期的作品 他們在窗戶上面 可以看到他不同風格的作品 拖映在窗戶上面 還有我們這邊有木科的金剛筋 在大家欣賞了酒公的作品之後 如果自己也想要來體驗一下寫字的樂趣的話 我們前面這邊也有字板 只要沾著清水 大人小孩都可以體驗一下書寫的樂趣 隨著台灣園業的操作的規模 越來越縮小 那在原來的德基亞行 這棟舊房子後面的倉庫 它就漸漸進入了閑置的狀態了 那麼這個倉庫閑置久了之後 牆角上面來的鳥帶來的植物 有很多植物長在上面 然後屋頂塌壞了 這些樹木變成它的屋頂 所以就形成了我們這個特別的景觀了 那我們在2005年以後 請專家經過景觀的設計 專業的設計 把這個方位的廢棄倉庫進行改造之後 就變成現在的樹屋 2005年之後跟大家見面 那麼這上面主要以兩種樹木最多 就是鎮籠還有大葉龍樹、雀籠 是主要的樹種 然後也會有很多鳥類棋棋在上面 那麼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很多鳥的聲音 那可以來這邊欣賞一下這個非常優雅的景觀 走進這一條洋行街 我們到朱九寅故居這邊來欣賞一下朱九寅先生的書法作品 我們可以體驗一下來玩一下這些有趣的書法 先自做一點小小的體驗 然後走到後面 我們來欣賞一下這個自然形成的樹屋的美麗的景觀 然後也許你也可以往後面我們的景觀步道走上去 從沿水溪的方向來看一下 正在改變這個台南的景觀